上期,众人出发前往东北方向 路上插了不少动画原创剧情 大家好,我是玄书 故事回到主线,七人队登场 奈若叫琥珀带碎片让他们复活 目的是为了对付权鱼杀他们和钢牙 这一阵子,北方的妖狼族 遭到了许多更北方的妖怪袭击 妖怪们是被一只亡灵给赶出来的 因为饥饿所以袭击狼群 仓仆和长老只能带队离开 没有四魂碎片,大家基本不是对手 路上长老有点体力不支 老狼爷爷腹伤引开群腰 在最后一刻被钢牙给救了 老狼说完亡灵的事情就挂了 钢牙将其埋葬后,就准备先去查看亡灵的情况 另一边,仓婆遇到犬夜叉 她将亡灵的事情告诉大家 阿里还帮长老包扎 亡灵是一只来自更北方的厉鬼 她不是妖怪也不是人类 还会吃掉妖怪和别的鬼 了解完情况后两边各自离去 他们所说的亡灵就是七人队的胸骨 琥珀在一旁负责传达监督 胸骨的碎片在额头上 她是提前自己单独行动 很快钢牙遇到了胸骨 原来她是妖怪和动物 是想增加自己身上的血肉 现在她又瞄准了钢牙的四魂碎片 第一爪被钢牙躲开 胸骨顺势抓起图里的链球 钢牙很快就适应了攻击 还将链子踢断,战斗发出的光芒 吸引到了拳夜叉和仓婆他们的注意 随后钢牙让胸骨换个角度看世界 但胸骨是被碎片复活的死人 扭断脖子并没有什么用 大意的钢牙差点就被一口吃下 好在她顺势抓出了胸骨的碎片 就这样胸骨化成一堆白骨 可惜碎片被最猛胜拿走 仓婆有来感谢钢牙为主人报仇 不过胸骨是欺人队里最弱的一个 琥珀这时在蛇骨的旁边 蛇骨是个男性 首次目标为犬夜叉 他非常喜欢犬夜叉 隔天犬夜叉他们来到一座村子 听到了欺人种亡灵复活的传闻 欺人种是安抚欺人队的坟众 他们是十几年前 从东国来这里的七个雇佣兵 实力非常了得手段异常残忍 是以杀人为乐的邪魔外道 虽然都有受雇于各大领主 但领主们终究还是决定 要一起讨伐欺人队 联军损失惨重 欺人队被逼进北方群山 最终寡不敌众 在更北方的一个村落被抓 七个人都被斩首 当地人害怕亡灵作祟 就在有名的白灵山下 设了一个卫灵的坟众 而最近七人种裂成两半 大家都很担心亡灵出来作祟 了解完众人继续前进 路上阿里感应到一片四魂碎片 云母和珊瑚赶紧冲了过去 他们见到了琥珀 琥珀无法忘记珊瑚的脸 但他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 面对琥珀的攻击 珊瑚不愿还手 没打几下有一阵毒雾袭来 大家赶紧各自撤离 毒雾是七人队的误蛊放的 另一边蛇谷遇到了 前来消灭亡灵的士兵 在蛇谷自爆家门之后 将领叫出了火枪队 可惜子弹对蛇谷并没有用 他甩出带有机关的蛇谷刀 那群士兵很快就被解决了 闻到许多血腥味的犬夜叉 赶紧冲了过来 蛇谷见到犬夜叉非常开心 他对弥勒的评价也不错 阿里发现蛇谷身上有四魂碎片 犬夜叉想让其交代清楚 战斗一出即发 蛇谷刀可以像鞭子一样甩出 攻击起来就像条蛇 很快全夜叉的脸上挨了一刀 此时赶来的珊瑚用飞来骨 将深长的蛇谷刀缠在一起 见到有人阻止自己和全夜叉玩耍 而且还是他最讨厌的女性 蛇谷非常生气地反击 这也让全夜叉有机可证回了一拳 珊瑚表示碎片应该是奈落给的 他见到了湖泊旁边还要醉猛盛 就在两边僵持的时候 躲在一旁的雾谷突然释放毒烟 蛇谷好心提醒全夜叉赶紧走 他随后就找上了雾谷 聊起了其他兄弟的事情 老哥练骨在照顾银骨 银骨好像在研究火药 最萌盛这时传来消息 全夜叉赶正独自寻找蛇谷 只留下迷勒召看阿里和珊瑚 蛇谷非常开心出去迎击 雾谷则打算偷袭阿里他们 他对女人比较执着 而在不远处的杀生丸 闻到了琥珀的味道 自从被奈诺戏耍之后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报仇 接着阿里和七宝去取水 他们在井边遭到了雾谷的埋伏 克制的毒烟让阿里浑身无力 但对妖怪没有效果 七宝反击失败 只能跑去找犬银叉求助 雾谷又赶走了米勒和珊瑚 好色的雾谷将阿里带回小屋 目的是为了想和他结婚 因为外表丑陋没有人看得上雾谷 他扶着无力的阿里 正在饰演结婚的流程 珊瑚米勒再次赶来救援 怎料雾谷的毒烟 会渗入眼睛和皮肤 珊瑚和米勒直接倒下 趁此机会阿里刺中雾谷 可惜这一下没有刺中四魂碎片 愤怒的雾谷觉得自己被嫌弃 就在他准备干掉阿里的时候 杀生丸用毒花爪阻止了他 不服输的雾谷用毒烟反击 然而那些毒对杀生丸完全无效 雾谷就这样被干掉了 犬夜叉这时才赶到现场 他之前是在和蛇谷战斗 收到七宝的消息就立马过来 阿里解释是杀生丸救了他们 杀生丸则回应 自己只是在找琥珀而已 他想问出奈洛的下落 再从权夜叉这里得知 奈洛可能就在附近之后他就走了 雾谷的碎片被最猛盛回收 灵恰好看到了琥珀 蛇谷区寺庙将事情告诉炼谷 寺庙是炼谷杀光和尚抢来的 他还伪装成寺庙里的和尚 杀生丸的出现并不在计划中 七人队里只有大哥满谷见过奈洛 他把所有人的碎片交给满谷 只要将目标人物干掉 碎片就会留给七人队 练谷有些质疑耐落 目前已经有两名队友被干掉了 不过雾谷的毒并没有那么容易解 大概只能活到半晚 银谷也出发去找权夜叉了 蛇谷对此非常不情愿 练谷给他准备了别的任务 蛇谷只能期盼 自己回来之前权夜叉别死 此时权夜叉正在寻找休息的地方 他很自责自己当时独自行动 路上他们又遭到了银谷的袭击 除了锋利的飞盘之外 甚至还有大范围的火炮轰炸 无奈之下权夜叉暂时将阿里他们 安置在一个山洞里 他准备先干掉对手 结果却中了对手的吊虎离山 银谷趁机轰炸洞穴 应战的云母受伤 万幸的是权夜叉及时赶回来支援 说明下漫画里没有山洞这个桥段 在被银谷追上之后 权夜叉直接让云母带大家先走 银谷是一个巨大的改造机器人 身上中有许多武器 飞盘大炮还有钢锁 权夜叉一时无从下手 远距离风之伤也用不出来 只见他将铁碎牙收起 利用各种闪避直接冲向对手 鱼、银谷三方使出了风之伤 银谷暂时被埋在地下 权夜叉又急忙去找阿里 在逃跑的路上 云母发现了炼谷的寺庙 不知炼谷是坏人的七宝 接受了炼谷的安置 米勒与珊瑚还在昏迷 阿里又看到炼谷的四魂碎片 但他讲不了话告诉七宝这个是坏人 炼谷给大家点了一个催眠香 他留大家一命是为了套话权夜叉 傍晚权夜叉寻着味道来到寺庙 他看到炼谷正在埋葬尸体 以及沉睡的阿里他们 炼谷表示功后已久 寺里的人都被亡灵给杀了 他是躲在佛像后才逃过一劫 他向权夜叉打听七人队是如何复活的 身为佛门弟子自己也想镇压亡灵 由于炼谷身上有活人的味道 权夜叉暂时放下心中的防备 他向炼谷说了奈洛的情况 还说七人队只是挡箭牌而已 讲到这里银谷又追到寺庙 全夜叉出门迎击 炼谷已经得知奈洛不可信 他拿走了阿里的四魂碎片 全夜叉和银谷没打几下就发现 寺庙突然着火了 炼谷自爆身份并想烧了阿里他们 全夜叉刚才之所以没有闻出味道 一是因为寺庙的周围都是坟土 二是炼谷身上的袈裟 还具有一些活人的气息 眼下的情况相当不妙 好在作者乌鸦 一路寻找全夜叉踪迹的名家 恰好空降到了寺庙 他先吸血让七宝醒过来 其他人暂时叫不醒 七宝想阻止火石失败 清醒的云母和他一起保护众人 另外在附近徘徊的钢牙 遇到了舌骨的阻拦 在从舌骨口中得知 阿里遇到了危险之后 钢牙没打几下就赶紧撤 回到全夜叉这边 面对炼谷和银谷的双面夹击 他一时被僵持住了 银谷还伸出钻头准备最后一击 全夜叉顺势丢出被铲住的刀 再利用散魂铁爪扯开火钢丝 他闪过飞盘抽出铁碎牙 回追的飞盘击中银谷 全夜叉又一次用风之伤解决了对手 搞定后他赶紧冲向寺庙 练谷也没有阻止 反正碎片和内洛的情报已经到手 而且银谷其实还没有挂掉 此刻寺庙已经快被烧光了 七宝用狐火苦苦支撑 大家的身体没有被烧到 但七宝却哭着喊道 他们已经断气了 全夜叉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明家这时有出来提醒 他和七宝都无比自责 好在明家有解决的办法 先将众人移到空旷的地方 确定完大家已经服过解药之后 明家开始救治 那天晚上 琥珀因珊瑚断气而不自觉地流泪 全夜叉愤怒地想找人报仇 练谷正在重新改造银谷 早上杀生完顺便来看不争气的弟弟 全夜叉以为那是幻觉 杀生完还在追踪琥珀的气息 再度回到众人身边 全夜叉抱起阿里感叹自己没用 阿里突然回应 抱太景真的会断气 其实他是感觉有点头晕 明家花了一个晚上 将三个人的毒血都吸了出来 珊瑚和弥勒这时也醒了 看到这一幕 全夜叉第一次落下眼泪 他是既感动又开心 清醒之后众人还要喝下 非常难喝的明家特制补血秘方 那是明家吸食了毒蛇血和草药 在体内混合调配的液体 为了尽快恢复也只能喝了 钢牙随后便来看望阿里 他指责全夜叉为什么让阿里遇到危险 这一次全夜叉罕见的没有反驳 他承诺不会再让阿里受到伤害 他在前一天晚上看到了欺人种 还答应为村民驱邪 随着杰耿越来越靠近白灵山 他的死昏虫有些撑不住 白灵山自带净化之力 山的周围基本没有邪气 杰耿暂时回到附近的村子 他在村里遇到了睡骨大夫 睡骨的脖子上 竟然有一片纯净的似魂碎片 这就代表他身上没有邪恋 睡骨收养了许多 在饥荒和战乱中失去亲人的孤儿 村民有伤势也会来找他 这里我们发现 睡骨大夫怕血 他说自己老家在东国 一路游走行医 最终定居于此 比较奇怪的是 睡骨有时会一直洗手上的血 即使手上什么都没有 晚上杰耿思考着 这里的一首童谣 生即死死即生 善即恶恶即善 恶即是敬 敬即是乌 人的心灵本就是善恶共存 他想继续再观察一下睡骨 深夜睡骨做了一个梦 身为大夫 他宁死也要拯救一个孩子 但内心有个人却在提醒他 别再装好人了 你本就杀人不眨眼 七人队还过来接他 噩梦醒来后 睡骨还是那个善良的人类 杰耿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邪气 接着全夜叉选择主动出击 他们开始搜寻七人队的气息 明家按照惯例保命先撤 全夜叉首先找到了睡骨 虽然名字和七人队成员一样 但当年见过的村民有说 两个睡骨长得不一样 任凭全夜叉如何逼问 睡骨大夫就是不承认 此时新改装的银骨袭击了村子 睡骨急忙回去查看 银骨被改造成一辆战车 炼骨和蛇骨在上面表示 他们是专门来接睡骨 这与睡骨噩梦里的情形相似 随后全夜叉他们来村里看到杰耿 两边开战 七人队更具优势 炼骨用火网照住阿里米勒珊瑚 以此来牵制全夜叉的行动 铁碎牙还被甩飞了 银骨坦克的活力也十分强劲 杰耿被炸得死魂脱离 而为了保护自己受养的孩子 睡骨用肉身挡了蛇骨一刀 睡骨的脸变得非常猙獰像罗刹一样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双重人格 睡骨的武器为利爪 全夜叉用三魂铁爪还击 对弓的过程中全夜叉率先中招 就在睡骨准备致命一击的时候 孩子们问睡骨为何要这样 这个问题让睡骨非常挣扎 事已至此 炼骨让银骨先干掉杰耿 挣扎的睡骨还能牵制全夜叉 珊瑚用飞来骨为米勒开路 但米勒又被炼骨挡住 好在云母冲出来支援米勒 米勒这才救下了杰耿 然而这只不过是炼骨的障眼法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那两个孩子 没有这些小鬼 睡骨就不会被威胁 此时睡骨的内心又乱了 继续冰下去可能会导致内心崩溃 炼骨只好选择先走一秒 七人队撤退之后杰耿没有苏醒 他身上的死魂都跑光了 阿里看出死魂虫 无法进入白灵山的结界 他让全夜叉把杰耿抱出去 眼神中还有一点失落 阿里也不想看到他们两个这么亲密 出来之后杰耿终于恢复 他讲出了白灵山的一个情况 白灵山会将周围的环境全部进化 具有妖气的事物难以靠近 睡骨大夫之所以能在村里生活 是因为他有一颗纯洁的心 而在第二人阁出现之后 他就待不下去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白灵山过于神圣 杰耿没有选择继续前进 他打算留下来陪着孩子们 白灵山的气挡住了死魂虫 杰耿也不方便深入 光是站在山脚就已经解尽全力 不想看到两人深情对视的阿里 认为他们应该很想互相拥抱 隔天众人继续前进 坐在云木上的阿里明显有些不悦 大战在即杰耿叉选择把话讲开 阿里表示自己说过要和杰耿叉在一起 也能接受他和杰耿的牵绊 昨晚的事情他不会在意 就是杰耿叉能不能安静一点 没事却非要了自己生气 再回到七人队这边 剩余的四个小弟终于见到了大哥满谷 满谷虽然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却是七人队的首领 他们此刻正在一座城堡外面 当年他们被里面的城主雇佣 由大将军负责传令 希望七人队去打东国领地 然而当七人队完成任务之后 却发现自己被多方势力包围 由于七人队的实力过于强悍 众多诸侯决定联手诛杀 最终七人队被讨伐成功 满谷的武器蛮龙 作为战利品被一直摆在城里 如今满谷要去夺回自己的武器 他先让炼谷写了一封预告信 再让琥珀送去给城主 满谷一直认为琥珀是忍者 他其实没有什么攻城计划 只是想让城里的人紧张一下 期间 全夜叉他们来到白灵山下 由于是真正的妖怪 七宝和云木都感到非常难受 这里有更加明显的结界 就连弥勒都有点承受不住 这纯洁的盛气 但他主要是因为血恋太多 全夜叉以此推测 耐洛肯定无法进入白灵山 现在只能继续寻找七人队 他们一定和耐洛有关系 没多久七人队开始攻城 几乎没有任何阻碍 满谷轻松取回亲爱的武器 城主似乎还精心打磨了一番 干掉城主之后 满谷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千人战 赶回支援的大将军也被灭了 满谷非常自在地在城里等着 他笃定全夜叉闻到血腥味一定会来 练谷顺势提出对耐洛的质疑 满谷则是老样子不愿想太多 完成耐洛的任务 兄弟们又能像以前一样大闹江湖 这样就够了 随后率先到场的竟然是钢牙 他主要是想询问耐洛在哪里 单凭钢牙一个人肯定不是对手 紧要关头全一叉为他挡了一刀 这下两边的人都齐了 好了我是全书 感谢收看 白灵山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下期继续